第三題的部分,剛剛這個打勾呢,XX跟金湯這個有做,可是下面這邊忘得錯,就是 成績如果大於等於60分的話,它的顏色要是藍色的 可是小於60分的話,要字的顏色要是紅色的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出這個效果,當然不是叫你塗畫鏈剛剛慢慢用眼睛看喔 而是說希望你能夠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裡面的效果,利用這裡面的功能,可以一次性的很快完成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要能夠把這個地方及格的是60分,不及格的話就紅色字的話 那最快的方法一,先把這個範圍一樣做選取 所以你可以往下選取啦,不過選取這樣直接選也可以 或者優標放在這裡,配合那個快速鍵Ctrl Shift向下 這樣也可以啦,就是這樣會很快可以把整個範圍選取 第二個的話呢,接下來在常用裡面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剛剛我們是利用那個圖示題嘛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下面有個新增規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要按照規則 按照什麼樣的規則發生 給不同的格式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配新增的規則 第一個規則呢,是如果裡面的 這個值 所以這邊我建議是用第二個 紙格式 格式 紙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儲存格 哪些儲存格 這個範圍裡面儲存格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值 他是 大於等於 60的話 這個是一個條件 那就做底下的格式 所以特別是這個地方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記得是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出身格式大於等於60的話 這邊有個按鈕格式 做什麼格式呢 把字變成藍色 格式按下去 找到 字形 這個面板裡面的色彩 去設定為藍色 哪一個是藍色呢 儲標放在這裡 上面會顯示出來 那基本上是 右邊算過來第三個 OK藍色點 點擊就可以了 好,按確定 所以當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他會幫你格式成藍色 按確定看看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60分以上呢 通通變藍色了 那第二個是 如果 60分以下 那就設定為紅色的話 一樣 再新增第二個規則 第二個規則 一樣點子格式化 包含 下列的儲存格 那出生格就怎麼樣 小於 60的話 剛剛是大於等於60嘛 現在小於60 把它的顏色改為紅色 按個確定 再按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同學問到 因為 所以 有些同學還蠻細心的 有些時候我都漏掉了 剛好 講完前面忘了後面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102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再繼續來看 所以你往下捲動在104的部分 裡面的話總共有1234啦 有四道題 不過這四題 其實都不算太簡單 裡面可能會 需要 考你什麼呢 你會不會用這個 Dedif Today函數 還有什麼呢 格式要把它變成幾歲 另外的話要算出 有一些 相對